我認為習近平在二十大以後的輕易度繼續進行下去 主要的根據有這麼幾個 第一 習近平在過去執政的十年裡一直不停的清洗 在黨內清洗 在社會上清洗 他在黨內清洗對他不忠的人 在社會上清洗 批評他的人 第二 二十大以後 他不會放回了清洗的腳步 因為越清洗 他就越感到不安全 他在二十大上的報告 數十次 八十多次的強調安全 就反映了他自己深感不安的真實內心 第三 關於白紙革命 他一定會秋後算賬 我們剛才大家都提到這一點 因為這個突發事件給了他國外的清洗理由 第四 江派和團派在二十大上被幾乎群零 但是在許多其他的領域還並沒有被完全清理 所以習還會繼續清洗江派和團派在黨政府機關的一些殘餘勢力 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的勢力 在香港方面的勢力 儘管他在江澤民的範圍上給江那麼高的待遇 但是事後他對江派的清洗 我想他是不會收軟的 那麼我對習近平在江澤民藏理上的導致 我是有幾點看法的 第一個看法就是 他提到了關於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謂 我認為習近平是在拔高江澤民 他在導致中說 江澤民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國人民公論的享有 從高威望的周月李到了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偉大的偉大的無產民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教 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如果你有比照25年前 就是1997年 在鄧小平逝世的時候 江澤民給鄧小平的導致你就會發現 這些稱謂一字不變 除了事者的名字 習近平是照猫畫虎 完全 copy 了江澤民給鄧小平的導致 他這麼說 鄧小平同時無黨我軍我國 各國人民公認的響應有從高未旺的周圍裡 到美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無產中家 政治家 軍事人家外國人就已經考驗了共產主義戰士 這個裡頭呢 我認為習近平可能並不了解 江澤民在25年前稱呼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內情 什麼內情呢?1989年4月22號 在紀念胡耀邦的這個大會上的導詞問題上 鄧小平對張小平非常不滿 鄧小平他不同意在導詞中稱胡耀邦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的理由是 double quotes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誰都不夠格 我也不夠格 當時的趙紫陽只好採取折衷的辦法 加上胡耀邦同時作為馬克思主義者 他的一生是光輝的 這裏頭可以去參考無威脅的80年代改革 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 那趙紫陽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希望呢 他原來說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會引起鄧小平對元老的一些直接的反對 但是當時1999年2月鄧小平逝世以後 江澤民就把鄧小平自己都覺得不夠格 就稱呼慷慨地獻給了鄧小平 算是報答鄧對他的知意之恩 那麼今天我們根據鄧小平的邏輯 如果胡耀邦和他自己都不夠格 被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江澤民也能夠格呢 所以不了解內心了習近平糊裡糊塗地拔高了江澤民 這是我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當人們比較兩個核心 竟然比出了誰憂誰戀 那最近呢大家就是廣泛川民一個郭德剛的段子 就說我這麼優秀全靠同行襯托 對江的懷念 襯托出對習的不滿 習近平能不知道嗎 明天知道還要如此拔高江澤民 他是不是為自己挖坑呢 我們都知道剛才夏宜良也提到這個 江澤民他在90年對中國的經濟發展 和中國在2001年進入WTO他是有功的 但是90年他的悶聲發達財 是堪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先河 造成了中共的激度腐敗 剛才夏宜良也提到了這一點 特別是在這個改革 江澤民在他執政出界的頭三年 鄧國民對他非常不滿 因為他全面地開了改革的倒撤 所有鄧向民會說誰不改革誰下台 江澤民就害怕 所以他就把原來的極左的一些政策 給改到中庸偏右上頭了 那麽如果今天我們拿江核心和習核心相比 那就很有意思的是根本不怎麼樣的 江澤民現在顯得很優秀 這是這樣很滑稽的事情 鄧小平當年是為了穩定拔高了江澤民 稱他為核心 那今天習近平為了穩定 也像鄧小平的那樣也拔高江澤民 可是這就是有趣的自封的習核心 與鄧小平中的江核心訴訟 讓民間懷疆的情緒變成了對習近平和習近平中央的尖銳批評 當然習近平考慮不了那麼多了 這就是第三 習近平又通送江澤民中央領導職位上退下來 弦出高峰了結 那習近平這種說法是不是又為自己挖空 習近平說江澤民同志在籌對黨的十六 其實主動提出不在擔任中央領導職位 並從中央領導中央聯會退下來 以衝進黨和中央的高層的辛辣教育 這是一種高峰了結 這段話呢 肯定不應該是習近平自己寫的 那麼寫者如此寫是不是要黑江澤民呢 誰人不知道江澤民強行修改黨章宣法 過耳其也不肯退下 非要當個終身領袖呢 那習近平在庫告上才追到或是如此表揚江澤民 不是自己挖坑嗎 那是不是哪湖水不停撞擊哪一虹呢 那這裡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會不遺餘力的 才拉抬江澤民 那我認為這提供的好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江澤民是習近平的博弱 是不是 剛才張姐也提到了這個江澤民和習近平上臺 相之間的關係 那我對這個問題大概有幾點的考慮 就是江澤民當初敵習近平有幾點考慮過這位 第一 還權於紅二代 算是對陳雲等元老的一個交代 第二 習近平在紅二代當中最弱好操控 相比較起來 劉元有理論上的強勢 有他自己的這個國家主題的這種背景 這個陳雲 陳雲的兒子 他是在北京非常的有人脈 有影響力 柏西兩起來四處黃和習近平的 ビ battles逆港和習近平自己的 不接受相信 柏西兩條毛 answered 但是覺得他不至於像波西萊茵那樣搞極左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江澤民著了習近平的道理 把他運那層主持的一點點中國進步啊 包括經濟上、政治上都退了回去 都倒退了回去 所以我就不知道江澤民在自己閉眼之前 是否毀進了長者 當然也有別的人說法說 習近平這麼做就是想強化自個兒的權威 藉鄭小平的說法強化自己的前輩 那還有說法他這麼做的做法就是 試圖消除民眾的不滿 他想要民眾顏色 這句邏輯不同 他管不了那麼多了 那我自個兒的結論就是 第一 習近平的早次起草可能很倉促 因此他會照貓化死 結果就拔告江澤民 第二 習想要強調自己的政策反而給了民眾對焦、比焦 而就是中共一切崩一切習近平中的江澤民 或者說江澤民比習近平強的結論 第三 習近平表揚江澤民退位的高峰亮節 直接就是給自己挖了一個 無疑是有自己的行為 那最後 這些都說明民眾的不滿 如此洶湧澎澎湃 江澤民什麼都過不上了 這就是我想說的 謝謝大家